在国共对峙的时代 动员看乱时期的时代里面 那么只要是对安投诚到台湾来的 我们就叫做反共议事 那么台湾的反共议事 有很多都是架战斗机运输机 甚至于包括船舰来投奔自由的 民国72年5月5号的时候 那么来自于中国民航 从东北沈阳飞上海 当时那么有五男一女六个人 在飞机上持了一把手枪 那么用这把手枪夹持了飞机 要求机长把飞机飞到了南韩 那么他们准备要投奔自由 要到台湾来 我们俗称叫做反共六议事 可问题是截机是万国公罪 所以后来韩国的相关单位 把他用截机罪进行一个审判 单单关在南韩的看守所里面 就关了一年三个多月 当时其实卓长仁 他是一家 等于说在东北的一家公司 专门审核在东北的公家机关 要买相关的车辆 必须经过他审核 那么其他的人 高东平则是他婚外情的对象 也就是他很喜欢高东平 可是问题是 他已经有老婆跟孩子了 所以他不能跟高东平在一起 那么当时也因为其他的人 对自己本身单位领导没有办法升官等等因素 博蝶有怨言 所以卓长仁就利用这一点 所以鼓动其他的人一起进行一个截击 然后再运用搭乘这个省委书记的相关的黑头车 所以就可以未经检查 直接六个人进到了飞机场 那么没有经过检查收身 随身带了一把枪 而这把枪是卓长仁当时 在一个体育学院里面 有校警队跟警卫队 他们可以等于说拥有枪支 卓长仁跟他们混熟了以后 那么说要打把没地方去 所以就利用这个去打把 最后摸清楚枪支放在哪里 管理松散 摸了一把枪跟子弹 再搭乘这个省委书记的车子 进到了飞机 所以因为这样而成功的截击 因为他们这个等于说成功截击 那么也因为他们骗到了这个车子 也因为他们拿到了枪支 顺利截击的结果 各位绝对不相信 因为这个案子 所以在中国大陆 总共有200多个人 因为这样被判刑 抓去判刑 最轻的判了三年 最重的判了12年 包括那个驾驶黑头车的司机 跟借他枪支的警卫队长 这些人全部都判刑 那么事实上 这起截击案 后来来到了南韩了以后 在他们关了一年 三个多月了以后 全案依截击罪 分别判处四年到五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 那么定验了以后 南韩总统把他们特赦 然后准备把他们驱逐出境 因为当时我们跟南韩之间 还有邦交 所以南韩为了给当时的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有面子 所以驱逐出境到台湾来 等到到了台湾以后 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隔天当时的总统蒋经国 立刻接见 把他当作一个样板 非常重要的反共六议事 那么立刻接见他一起拍照 那么由旧总 当时的旧总专门负责 包括来自于对岸相关的反共议事 还是相关的难包等等 那么处置 由他们负责接待等等 所以这么盛大的一个欢迎会 在由负责带头的这个酌常人 那么代表他们来进行一个演讲 说他们此举就是为了投奔中华民国 那么重点就在于希望有一天 能够反攻大陆解救同胞 请大家睁开眼睛来看 看看他们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都是为了中华民国 他们六个人也成了真正的六议事 因为每个单位都邀请他们去参加 邀请他们演讲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分派到 包括相关的工作 也包括分配到宿舍 然后还有人因为要完成学业 所以分配到了当时的一些学校去就读 包括实践 也包括现在的这个等于说四星大学 当年叫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我还跟其中一位 这个六议事其中一位的 那个王燕大议事 他们是一起上课过 而王燕大现在已经在六议事里面 成为比较成功的这个企业家 可问题是 那么六议事在台湾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 他是加持民航机 他不是开战斗机 运输机或是这个等于说任何的这个军舰船舰过来的 所以他并不符合这个所谓的给黄金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那么如果你驾驶的是这个战斗机越先进的 飞机可以航那个房金可以给你到五千两 甚至于六千两黄金 那当然没有真正那么多的黄金 所以都是用所谓的新台币来折抵 可是问题是他们每个人只有拿到了当时250万的新台币 就业就学 房子宿舍保障而已 那卓唐人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在他心目中他认为说 他应该拿到的是 我家是这么大的飞机 所以我拿到的应该更多台队 所以他三天两头就跑到这个旧总去闹 闹得人家大家非常的烦 那可是后来卓唐人也公开在台湾 迎娶了高东平 那么那个时候毕竟他们还是六一式的光环 所以当时他迎娶的时候 非常的风光灌溉云局 党政军 那么政府派很多人去参加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迎娶的这个婚礼 那么他们六一式的名号 嘎天正想到了极点 好 从英雄变狗熊的过程里面 当然是犯下了很多的案件 而这当中犯下几起案件的时候 到底国家该怎么看待 国家该怎么对待 要不要给予他们一些比较特赦 或者是让他们的罪行不为人所知 免得让人家觉得说 在反共一身内并进了行 到底该如何处理 其实当局确实也蛮头痛的 最后是不是应该要 依法论法 该关就关呢 瑞德 他决定自己本身去操作期货 他跟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的反共六一式里面的 江红军一起搞期货 结果赔了钱 然后而且欠的债越来越多 那么他们住在这个淡水的 相关的别墅 有游泳池的别墅 也被发拍 那在这些经过的过程当中 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八十年的时候 桃园的一个工地 发现有一辆红色的车子 停了好几天都不动 后来好奇的工人 上前一看 发现他的后车厢流下了血水 吓了一大跳又有恶臭 赶快报警了以后 几乎发现 车子的后车厢里面有具尸体 原来是前国态医院副院长的儿子 叫做王俊杰 王俊杰因为投资房地产 所以购买文山区新荣路附近的房地产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从中获利 也看不到自己购买的投资土地 所以跟对方有这个等于说 口角 那天出去谈判以后就不见了 四天后沉思在这个地方 那么警方经过不断的追查以后 发现最后一个通联记录联络人 竟然是反攻六一市里面的头 叫卓常人 所以警方锁定了以后 进行监听监控了以后 有一天就把卓常人跟江鸿金两个人 由台北市刑警大队 借大安分局刑事组进行一个调查 当时是拜托他们作证 那么证明说 他们跟王俊杰之间的关系 征讯结束以后就要请回 让他们两个请回 走出大安分局的时候 我还在门口采访到卓常人 卓常人义愤填膺的说 王俊杰是他的好朋友 也是投资上面的好伙伴 是谁下这个决心 他绝对不放过他 要求警方一定要查出真凶 结果离开了以后 义政田延迟离开了以后 没想到警方是故意的欲擒故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警方看起来像众虎归山 警方早就锁定凶手 就他们两个了 所以后来就趁他们两个 然后呢 出去了以后 开始串供灭政的过程当中 警方到达一把再抓了一次 就意外在他们淡水的这个别墅 进行搜索的时候 还在墙上发现了一个 大概快到我的这个 等于脖子这个地方的墙上一个脚印 脚印上面的踏上去的以后 这个脚印是穿着袜子的 结果当时其实发现 王俊杰的尸体的时候呢 就把他全身都采集啊 也包括他穿着袜子的脚印 结果一比对是同一个 然后呢 还发现了一个神主牌 没有写明的这个名字呢 后来就经过种种的迹象显示 原来是卓唐人跟江红军 有计划的诈骗这个王俊杰 投资了好几百万进去以后 事实上根本没有土地 重借买卖这回事 当王俊杰去兴师问罪的时候呢 结果就被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抓后面 另外一个人用力的击打 他的包括头部脖子 跟那个胸部这个地方 所以王俊杰 因为人高马大180几公分 所以情急之下跳起来 脚两脚就往床 那个墙上一蹬 然后呢 就这样子活活的被他们给打死 最后再到 用汽车再到桃园工地去弃尸 全案因为这样而侦破 那么但是呢 这个卓唐人呢 从头到尾都否认 他不是否认 因为王家其实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到歹徒打来 要勒索五千万的这个 等于说绑架电话 但警方研判 这个电话是故意要 固步移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打电话来的时间呢 那个王俊杰早就已经死亡了 而且歹徒只打一通 显然是要故意的误导警方 侦办的方向 全案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起诉判刑 卓唐人也判处死刑 民国九十年的时候呢 那么两个人被押赴刑场枪决 那么当时呢 卓唐人呢 留这个瓶头 组个拐杖 披着大衣走进刑场的时候呢 他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啊 对着这个 当时在附近大楼顶楼采访的 我们这些媒体记者呢 高喊 中华民国万岁 我是冤枉的 我是清白的 一定会还我这个公道的 还到死都不承认 自己犯下了王俊杰的命案 那么最后 在卓唐人愿意捐出他身上的器官的情况之下呢 后来枪决四王 而后来他跟江红军的这个遗体呢 烧成了骨灰 由这个曾经在监狱里面 当过教诲师的台北市议员呢 负责把他们两个人的骨灰 拿回中国大陆的老家 给大家看